好 国民党在中二立委补选还有罢场案 这个部分是双输的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他还缺席了选后的记者会 立刻成为党内重视之地 国民党中常委在今天会在中常会当中提案 要求党中央邀请14县市的首长 还有历任党主席来召开党事会议 当然要来讨论的就是未来党的路线 现在也有中常委提案 要求修正同州计划 四年内有危机参选加入他党 或是公开批评党必须要撤销申请 好 不过呢 这一回朱立伦在第一时间神隐 最后是改成由文传会出面来对外说明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说 其实不管是公投还是补选 江启成的身份是立委还是前主席 他之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留给朱立伦的东西 他都没有摆烂 是真的有在帮忙 因此他没有办法认同朱立伦所谓的框架说 为什么江启成他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这么努力 然后包括整个在延框架的选举的过程 他的服选来陪他卸票 这就代表说他没有因为他主席当晚了 就把前面的摊子丢给后面一个人嘛 要是我江启成就说 这跟我什么关系啊 朱立伦的事要关我屁事啊 所以那个什么框架说 第一个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因为如果真的要去找说 那个框架是怎样 那其实现在江启成他已经不是主席 他就是台中的一个立法委员 跟严宽恒也不同区 他需要去帮他服选吗 他需要去陪他卸票吗 其实都不用 江启成那天陪他卸票完是早上 卸票完之后 一样回到立法院里面去审查预算 他立法委员的工作还是要做 他不是以一个前主席的身份在陪他而已 他还有立法委员的工作要做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真的一定要一刀切 切说你是江启成的这个部分 你是朱立伦的部分 那我就真的要来问哦 江启成他有把他前面所推的这些摊子 丢给朱立伦吗 他没有啊 四大公投的时候 他有没有再持续的出力 他有因为他主席没有选上就觉得说 那摆烂好了 反正呢 公投没过也是你要背 然后呢盐矿和没选上也是你要背 江启成有这样吗 如果江启成的态度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框架说 某种程度我可以同意 可是江启成他真的没有 他四大公投里面他提的是哪一案 公投绑大选 他有没有尽心尽力 有他还上场辩论 他是公投绑大选 这一案辩论的代表 他有没有在地方努力的拉票 公投绑大选在这一案里面 台中四个公投 同意不大于不同意的 就是公投绑大选这个案子 所以他身为领衔人 他有手下来嘛 代表他其实拿出成绩给我们看嘛 无论他是立法委员 无论他是领衔人 或是他前主席他之前做主席任内 留给朱利伦的东西 他没有摆烂 他真的有在帮忙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认同 所谓的框架说 就来自于所谓前主席 他还在前面奋战 那你怎么能说你拿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烂摊子呢 不能这样子讲嘛 而且四大公投是 我们全台湾 所有人包括明代 我们在菜市场里面 一张一张跟基层党员牵出来的 所以我们感谢的不是只有最后公投 去投同意票的人 不是只有这些人 还包括一张一张牵出连署的这些朋友 让我们有公投可以投 所以你们都是过去的框架啊 都是你们啊 你们都是框架啊 对所以这会让很多在前线 他就觉得说 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真的不好 不早点跟我们说 我们就停手了嘛 不只是外界骂他 同时在党内对他批评声浪 也是蛮多的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立委许淑华 他认为公投的挫败 让朱立伦感到害怕了 这可能是因为他太在意 任内的表现 但是呢 如果怕输这样的心态 让朱立伦就没有办法 在这两场的选战当中 代理全党向前冲 当然面对最后中二补选 还有霸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公投又失败之后 我觉得他会更害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导致 他在后面的在浮选 这个就是等于是说在这个 布局2022上面 布局上面 在布局上面 就是说我觉得他在变的是说 输了之后他会很害怕会再失去 所以当他一开始就是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变的是说在跟延宽恒的合作上面 还有在霸场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拿捏上面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适合 当然我知道延宽恒一开始的策略 就不是希望跟党部有太大太大的一个动员 因为本来就不希望是政党对决嘛 这个对他来讲 他希望能够催出他的基本盘 或许还有一波的机会 那当然在霸场这方面 很多人就觉得说 党部很多的支持者觉得 我们党部没有让大家看到一个 尽心尽力的国民党在这次出力 所以我觉得这次次的失败 我都觉得说民进党这种大军的压 压境的方式 我们都很清楚 但失败之后 主席的态度是用文传会出来讲的 这一段话是让很多人觉得很傻眼的 也就是他直接提到的是胜败 就到此为止 我们团结嘛 那么2024我们要重返执政 那这段话对我看起来 我觉得有点太突兀了 因为接下来面临的是2022的选举 那怎么一下子要跳到2024 那这一段的检讨我们的努力 应该做的东西完全没有看到 只有一个呼口号说我们2024要重返执政 那我觉得我们2024要重返执政才能做事 但是你必须很务实的来看 接着就是2022的选举 我们必须要每一次的选战 都要打好基础 我们2024才有机会 那么这一段不谈了 直接谈我们2024要团结 那我不晓得这样的基础是在哪里 所以我才会今天谈到就说 如果这一段的过程都不谈 2022的努力不讲 那怎么去努力 2023我们怎么样筹备 然后2024我们就要重返执政了 这一段很空白 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口号 所以我当然就是希望说 接下来我们面对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气势 你看他打延宽 可能这是毫不手软的 没有罪恨只有更狠嘛 那所以我们应该接下来应战是什么 从这个过程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 这个是主席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应对的 否则的话我觉得只谈2024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有点咬不可及 人家民进党2018输了一塌糊涂 2020还不是赢 这个来来 佑正来来来 这个是谁 这不是徐委员吗 这是光琴节 对啊 你去上黄光琴节目 你为什么不来单身广北节目 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那个我有问淑浩委员 他又想来 可是因为他时间来不及 刚刚我问我学妹问题 我也一样要请教这个徐委员 那朱立伦应不应该下台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下台 来来 徐委员 最后一个问题 你因为我们都那个单身广 我们都知道他选南投现场 这个我也想问 会不会怕 那你来问 你问你问 那你会不会让朱立伦去帮你站台 欢迎啊 为什么不来 祝徐委员高票当选啊 前立委陈柏惟 他昨天下午在台中误封 陪同林静怡谢票的时候 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 居然是从宣传车上头掉了下来 路边的民众都吓得赶紧上前查看 非常的危险 好 其实当时林静怡还没有发现 他一直直到了这个 其他人告诉他之后 他才发现陈柏惟已经摔车了 柏惟在谢票的过程 不慎摔下吉普车 那我们是很确定 我们在吉普车上都有绑安全带 只是可能就是说 呃这个 我在我再换少到一半 都转过去外面还不见了 那他已经摔在地上了 那么不晓得是不是他的这个扯到 或者是说因为他比较高 所以安全带对他的防护不足 这个部分 但是目前在医院神志清醒 有一些外伤 那目前看起来没有其他太严重的状况 请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只要是头有撞到 我们都会说会要再观察 但是现在神志清醒也没有出现 就是目前在断层扫描检查起来 没有看到脑出血的现象 那但是我想不论如何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观察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他就说肩膀很痛啊 因为有撞到啦 肩膀还是有落地有撞到嘛 所以车上有那个扶把 博威那时候是很开心 所以他是非手 然后手没有去扶吗 还是怎么样 我刚刚看了一下当时的影片 他是手刚好没有扶啦 好那可能他个子也比较高大 所以安全带对他的保护 跟安全带对我的保护 可能会有差异 这个我想我们之后 所有在从事竞选活动的朋友 我们都会再重新评估 跟小心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博威的家人知道吗 在这个状况 哥哥跟妈妈目前都知道 也因为有静医师在这边 这个医疗团队也很专业 那目前就是跟他们说 就是先放心 后续的状况的话 我们就是大家密切追踪这样